我們今天好幾個人都經歷到聖靈的臨在 我們每次基督都會見到這個情況 就是重擔釋放,人很鬆,很平安,很舒服 和身體也很舒服 這個是聖靈臨在其中最常見的 因為這個就是耶穌所講的 叫我們重擔得釋放 也都將平安致給我們 又叫我們肉身安而居住 這個是起保 那你越親近神,日後慢慢就越來越快 一想耶穌,整個人就會即時平安興省 那我起初就叫你們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比較容易感受到 因為同時另一件事就是身體嚴重 這個也有聖經的根據,就是約翰和蘇羅 當他們信主時,蘇羅信主時 所以翰就是在拔摩托見到耶穌時 就躲到地上了 看見到神的能力臨在人,可以跌在地上 這就是強烈的臨在人 未是那麼強烈 或者因為我們未那麼開放 有些未那麼強烈就跌,有些未那麼強烈就遙動 很多人覺得身體遙動 有些人不知道是否自己遙,還是聖靈遙我呢? 但你發覺都是很穩定的 例如站不穩,一個人站不穩,任何方向都會跌 但在聖靈的遙是很穩定的 要是左右遙,要是前後遙,要是一個圓形的遙 你又會覺得很舒服、很平安的 根據那個經文和經歷,當我們經歷平安、喜樂 都是覺得一路遙 我們就深信我們奉耶穌明祈禱,沒有理由邪靈來 你奉耶穌明祈禱,邪靈來先 邪靈比耶穌更厲害,我們親近神,怎會邪靈來先 所以這是不合理的 我們又是悔改信靈耶穌,那當然是聖靈的工作 而會有這個跡象,我們都會知道這是聖靈的跡象 這個就是起步 起步的目標是甚麼呢? 就是整天活在整天外中 每天處理生命,所有煩惱都處理了 重淡處理了,罪都處理了 因為罪一定有破壞性的 罪就被魔鬼留地步,一定不好的 很多人犯罪就覺得,不要緊,明天求主聖免就可以了 但後果一定有無後果 你深信他有破壞性,一來就立即拒絕他 那你就可以靠著耶穌特性 即是說活在神的愛中 處理罪、問題 經常享受神,越來越放鬆,越來越信靠神 慢慢一祈禱,立即經歷 是即時的,是不需要等的 這個是可以慢慢學到的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神的動作加強 又明顯,會帶來甚麼後果呢? 就是你為人按手祈禱 或者你帶領集體的祈禱時 那些人就很快經歷了 我發覺很多人為他祈禱 我按手,我看著他搖 但我很刻意,我按手是不加力的 因為如果我加力,那個人就說我推他 很多時候我放手在旁邊的 就是這樣,讓他知道不是我推他 即是,如果是這樣,他就說我推他 我不是推他 他看到他自己在那裡搖 而且很平安、很舒服 我看著人很快就會搖 就是看得到聖靈的臨座可以傳遞 不過傳遞,他不保持又是 一會兒就沒有了 是一定要保持的 第二天,無論是處理自己的內心世界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處理 由整個生命可以發揮 然後祝福人又很快 傳福音又很快 幫人靈命改變又很快 去宣教又更加看到明顯的果效 因為宣教有很多地方 那些人比較貧窮 或者是不是那麼多的教導 那麼多的幫助 那有人來幫他,他又很開放 我們真的發覺很明顯分別的 在香港的人比較 因為經濟的條件比較好 特會多得不得了 於是那些人就不是很渴望的 而且他又怕 如果我有什麼經歷彰顯 別人又笑我 所以很收斂的 在香港一樣,那些人經歷聖靈 不過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去宣教的時候就會加強你的信心 原來聖靈可以這麼強的工作 那你就會看到將來你可以大大發揮 因為耶穌很明顯說到 聖靈臨在你身上的光臨 你身上就必得著能力 並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極重的變成 聖靈臨在不只是為了我們釋放和享受 如果我們只是為你自己 我們沒有發揮出來 耶穌就說你又惡又懶過牧人 你所有的恩賜就埋藏在地上 我們經歷之後 我們就一直進步 是一直進步的 並且有些人沒有什麼教導恩賜 都可以用的 因為很多教會就要教導恩賜 或者行政的恩賜 或者事務性的恩賜 他才能夠發揮 但當你為人祈禱 你有能力的時候 就算你說話不太好 你去為人祈禱都會看到一些人的改變 你就會發覺 並且這個改變是可以 跟大事命有關的 因為有很多事奉 就是執台執椅 那些跟大事命無關 都有間接關係的 因為你預備聚會 不過就不是直接幫助那個人 信耶穌或者生命改變 但是你有四年充滿 他就很容易幫人的 我希望大家都漢步 為什麼漢步呢 因為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一切交給你 那麽神就會提升你的生命 你就有些什麼問題 憂鬱症 睡覺睡不到 煩惱 人際關係不好 家庭問題 婚姻問題 什麼神都會幫你 那麽你的生命一直提升 因為神見到哪個人愛他 他一定會祝福你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有一條這麽明顯的道路 是神會賜給我們的 譬如有個人說 這個方法保你成功 在社會上很多人都這樣說 不過未必的 你投資多少錢 你一定成功的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給人聽 那他未必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是騙了你的錢 因為首先他賺了你那筆錢 但耶穌告訴我 他肯定你會成功 就是你的生命有一個奇緒計劃 你可以發揮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 耶穌是這麽真 這麽好 你就真的相信 他一定會發揮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歷聖靈之後 就不要停留在 只是經歷 每天都去 用長時間去 思想神的話語 你看了聖經你就去思想 不只是看那一陣子 你思想看了之後 你就去平日一路做事 一路走路 一路想起那些經文 怎樣應用出來 又整天愛慕神 又相信神在愛你 那你就越來越 被聖年充滿 然後你有機會在教會服侍 有什麽眼前做得到的 就做了 關心人的就關心人 周圍的人 有什麽人可以幫就幫 那你一步步提升 有些喜歡 也可以跟我們去短孫 那你做一做 你就很有信心 有些人跟我們去短孫 去得多都看得到 祈禱很有能力 就是我們很多人 都服侍都做慣了 這個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這個心態的目標 我們這個課程就是持續去訓練人 興起人 亦都想你將 你無論在你的教會 或者你去宣教 或者去哪裏都好 都能夠服侍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亦都是一個 是 我們白白得來白白送給你 你白白送出去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沒有要求你 對我們有什麽回報的 字幕志愉快樂 就詞曲《非可以》 詞曲《非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